一组第二轮比赛中 北京国安在客场挑战川崎前锋 比赛在一片风雪中展开 上半场进行到第37分钟时 北京国安前场板奖成功 乔尔格里菲斯得球后 趁虚而入为国安首开记录 但仅仅4分钟之后 川崎前锋就把握住了脚球机会 由助攻上前的后卫 举底光江在门前乱战中破门 半场结束双方战成了1比1 异地之后顺风作战的北京国安攻势更胜 第65分钟 奥托在禁区内吸引防守之后 将球回销中路 跟进的王长庆顺势一脚抽射 皮球直入穿其大门死角 2比1国安再度取得领先 中场前4分钟 国安利用对手大举压上的机会 发动快攻 王长庆接到门将杨智的长传之后 一脚掉射将中场比分锁定为3比1 继首轮机白摩尔本胜利队之后 国安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